花蓮縣藥室公會11號上午在花蓮市民代表姜如林的促成之下 特別和主力、主學、國威、國聯等四個社區共同簽署合作協議 除了希望能夠透過課程培養里民正確的用藥觀念 也開放提問來解答民眾對於用藥的相關疑問 換前的藥跟換後都要差多近一點時間 來,回答 謝謝 飯前的藥一般會吃飯前的藥就是說它品價不會傷到胃腸的 所以大概我們所謂的飯前就是飯前30分鐘 那飯後的藥一般會邀請你飯後吃的話 就是說給你吃飯後你肚子裡有東西你比較不會傷就有 所以你看的油會比較害油 那也是飯後30分鐘 我們的飯前都是這樣 社區民眾拿起麥克風針對用藥觀念進行提問 現場也由專業的藥師進行回答 而這種模式未來在花蓮市將成為常態 花蓮縣藥師公會11號上午在花蓮市民代表蔣如林的促成之下 特別和主力、主學、國威、國聯等四個社區共同簽署合作協議 我們平常會遇到一些老人家他們用藥過期他也拿來吃 而且他會重複的使用 那跟藥師公會簽這項合約用處好處就是在這裡 他們會請他們把藥物不定前請他們藥物把它拿出來 他們檢視看看看這個藥能不能重複的吃 不能的話他們會跟他講說這個藥你不能吃了 這個藥你可以吃還是飯前吃飯後吃 那飯後飯前的時間的差距是多少 他們都一例都會告知這些老人家這些長者 所以我很喜歡很高興他們能夠來跟我們做這項服務 讓我們所有的長者能夠吃藥用藥 都能夠有一個吸制用藥用的安全 然後現在這個疫情鬆綁之後 其實我們藥師可以走入社區 然後為民眾做更大的服務 花蓮縣藥師公會也表示 願意接受更多的單位提出合作意願 除了希望能透過課程培養里民正確的用藥觀念 也開放提問來解答民眾對於用藥的相關疑問 記者徐立芹 花蓮市報導